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读一读叫做 这个单词叫做confide 大家看一下 confide的第一个叫倾诉 委托 第一个叫倾诉的意思 我们说像某人的倾诉 你可以接这词in confide in somebody 倾诉就是这词的用法 第二个表示委托 或者叫做相信都行 你看你相信一个人去做 那就是委托给他 我相信你你去给我做这事吧 非常信任的感觉 这个词为什么叫做相信 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信托 相信 委托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词 你看看你想一想 读一读confide 你看看它的长相 你学过哪个单词 长得像的 发音其实有点接近了 那么最关键那个词 有一种相信委托 信托的意思在里面 哪个词 大家有想到这个词吗 叫什么 叫做confident 是不是有自信心这词 confident 自信这个单词 这里面这个词根 其实就是来自它 就是FID FID这个词根 FID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to believe to believe or to trust 就是表示相信 就是取这样的意思 大家就通过自信心 这个词去记忆就可以了 通过自信心 这个词去记忆就可以了 FID就是跟相信有关 所以这个词一起相信 它还是相信 这第二个意思叫做倾诉 你想你跟什么样的人去倾诉 必须得是你信得过的人 一定是这样的人 你不能说找马路上 找一个人就倾诉 这个他 你找马路上这个人 他不能理解你 你得找跟你相信 信任你的 你的朋友们 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这两个意思 把它串起来 那么下面有一些派生词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confident 第二个单词 叫做diffident 第三个单词 叫做fidelity 第四个单词 叫做perfidious 好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define 还是一样 我写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多去读 多去读一读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confident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confident confident这个单词 大家注意 它和confident就差一比 一个是ent 一个是ant 大家发现了吗 那么咱都知道 ant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人 它表示的是人 所以说 这就表示什么呢 记住我的一个解 就是你信得过的人 最信任的人 就是your best friend your close friend 叫做你的密友知己 就是女同学 你们叫闺蜜 是吧 男同学就是哥们 最好的朋友 这个叫做confident 终于在第二年间 你最信得过的人 好 看第二个单词 叫dividend dividend dividend是形容词 dividend这个词 怎么去记它呢 你就把confident 写在它的旁边 因为这俩是反译词 dividend means lack of confidence lack of confidence 叫什么 叫做缺乏自信的 你看这句 自信嘛 这个dif 它其实是 d次的变体 取的是否定 就是不自信 不自信的 很胆怯的 叫做dividend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fidelity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fidelity fidelity 那它是来自于谁啊 就是来自于相信吗 不就是这次根吗 相信谁 相信就是相信这个动作 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所说的叫做 忠诚 它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你相信 就是你信任的人 叫做忠诚 叫做fidelity 叫做fidelity 叫做忠诚的意思 好 我们下面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叫做perfidious 大家看这个词 perfidious perfidious这个单词呢 表什么意思呢 你来敲一下 FID呢 还是跟相信有关 PER作为前缀来讲 大家看一下 PER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什么呢 await 我在底下给大家讲过了 做伪证 还记得吗 在复习一遍 在法庭上远离陪审团的誓言 叫做perjury perjure 所以这次它叫远离信任 叫做背信弃义的 不忠的 我们说叫做disloyal disloyal 背信弃义的 不忠的 叫做perfidious perfidious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defy defy这个词比较难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FID变没了 它其实只取的是 feed这个词的fi这部分部分 它把这个福音字母D给去掉了 那么这个第一词 就取得也是一个否定 就是不信任 这个叫什么呢 叫disobey 叫做违抗 叫做违抗的意思 违抗 defy somebody 叫做违抗的意思 它的名词和形容词 我也给大家写一下 因为这个变化稍微大 那么一点点有一点点大 叫做defiance 违抗的名词形式 把y取掉叫i加个ance 那么后边呢 形容词就是define 叫违抗的 不服从的 这个形容词和名词是一个重点 比它动词还要重要 那么大家把这几个词 从头到尾看一遍 跟相信有关的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confide 就是相信嘛 信任 第二个是confident 信任的人 ant这注意 信任的人你的知己 下一个词呢 dividend confident 自信的不自信的 下一个fidelity 就是你最相信的一个动作 你相信他 他对你非常怎么讲 忠诚 信任忠诚 下一个词 远离信任的 远离信任的 背信弃义的 背信弃义的 不忠的 下一个词 defiance 不信任 也是表什么呢 叫做违抗 违抗的意思 你不再信任他 违抗他的命令 那如果说老师这个词 我觉得这样不好记 第二个 通过行进词去记 通过deny去记 否认 违抗 作为行进 你看你都是 首先抓住大方向 全是反向 方向先抓住 deny and defy 否认他 并且违抗他 你将来把他否了 他所有说的 一切东西都否了 这不就是对他 的一种违抗吗 deny and defy 这样去记 也可以 这样去记也可以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 就不说了 倾诉相信的词 到这 confide 再读一读 好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constrict 大家读一下这个词 constrict叫什么呢 叫做压缩 第一个意思压缩 第二个意思叫做限制 压缩 或者我们叫做限制的意思 限制咱们在以前 学过哪个词 其实当你看到这个词 叫做constrict 你是不是曾经学过 这样的一个词 四千词汇里边有哪个词 最基础的词 restrict 虽然在这个词 在托福里也有 但它是托福 最最基础的一个词 大学词汇 在上大学词汇 在四级里边就有了 四千词汇属语 叫restrict 跟大家放到一块儿 去记住完了 同一词 constrict和restrict 那么这里边 其实这个词根 大家可能会发现 相同的部分就出现了 就是这个strict strict呢 作为词根来讲 它和strict strict和strict 这两个注意一下 那么这两个呢 它是同意的 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做titan 如果作为词根来讲 本身表示拉紧的意思 表示拉紧 拉紧的意思 叫strict 你看咱们说 这两个单词大词 都应该认识 strict叫做严格的嘛 严格其实也是一种 很紧的感觉 你看经常会说 我妈看得我特别紧 最近 不让我出来玩 这就是对我很严格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strict这个词 但答案是它表示什么意思 string可以表示 就是我们说拉紧 或叫扭伤 如果作为动词扭伤 比如说string my ankle 脚踝扭伤了 你看你脚踝扭伤 是不是也是一拉一下 拉一下撑着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string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词你怎么去记它呢 你看我给大家写完这一词词 你看看 a strict 还有我们叫做 constring constring 还有我们叫做restring 大家先把这词词 放到一块去看一看 你记住 怎么去记它 会比较好记 你就相当于就记了一下 这个strict和strict 你看这词跟后边书全没变 就变成这样一个 都是这个统一的形式 要么strict 要么string 前面它不管加什么前锥 你就记住这个词 大家都往什么上去靠呢 把这个意思上往什么靠呢 都往这个意志限制上去靠 没错 它都是表示一种意志限制的意思 你看我跟你说下第二个词 第二个呢 strict的表什么呢 叫做束缚 或者叫做是什么 是收敛收缩的意思 是毛孔收缩收敛 这个a其实就是一个加强 你看收缩收敛 是不是也是一种意志住的感觉 这个词也表示一种 叫做意志的意思 意志束缚的意思 束缚a是一个加强 拉减一个东西束缚 constrained也表示什么呢 第一个它又表示 我们说叫做拒禁 坚坚坚坚坚坚的意思 就是扣留关押 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叫constrained 关押是不是也是限制住一个人吗 这个词也有表示意志的意思 意志住 constrained 下面这个词呢 restring也有这个意思 表示我们就叫做 意志限制的意思 意志限制的意思 像我们所说的言论受限 比如在某些国家 大家会发现 你在公共场合 是不能乱讲话 你看在美国 相当时比较自由 但你在一些国家 言论受限restringed 加个t之后 变成它的名词 也是限制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种词你背完整 它都是有种意志限制的感觉 你只需要记住这个词根 它所有的组合 都往意志限制上去靠 没错 就往这上去靠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 那么擦掉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表示压缩的这个词 压缩呢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词 有一个常用词 这个词呢相对来说 小简单一些 叫做compress 跟它是同一词 这个compress比较好理解 因为来自于压嘛 压到一起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压缩到一块了 但这个compress 下面还有哪些词 我需要说一下 你看看 来自于press press就是按压这个动作 我们需要在这里 做一些补充 uppress suppress repress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uppress 第二个suppress 第三个叫做repress 动词动词动词 好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uppress uppress 这个单词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做压迫 压抑 就感到很郁闷 第一个就可以等于 depress是一样的 感到很压抑 沮丧 有这样的意思 或者表示压迫也可以 就表示我们对于 奴隶的压迫 地主对于奴隶压迫 这个要知道 这个op其实在此处 我之前给大家讲 我说op是ob的变形 ob有俩意思 要么加强 要么相反 那既然这个style叫做压迫 那他肯定取的是加强 加强压 是不是压住 叫做压迫的意思 或者表示情感上的压抑 比如说 一些老年人总是受到 死亡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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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 所压迫 感到一种压抑感 对于死亡的 恐惧 有一种压抑感 那怎么说 说some old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对于恐惧死亡 由于死亡恐惧 而感到总是很压抑 怕死一些老年人 这个叫做 some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the death 下一个词叫做suppressed 大家看一下 su双形 su双形 一律来自于谁的变形 一律来自于sub的变体 注意su双形 一律来自于sub的变形 sub的变形 什么意思 往下 压下去 这样的一个工作 叫什么叫镇压 就是镇压的意思 你看刚一出事 给你压下去了 你看在有一些国家 也是一样 这事你出来不能先不能报 报了之后 这国家容易乱套 就把这事先压下来 这个叫镇压 镇压 最后一个repress repress表示往哪压 R一画一个横线 表示back 往后 我给你压回去 是这样的动作 给你压回去了 这个词也表什么意思呢 也叫做镇压的意思 那么这两词 如果作为区别 大家想写作要区别的话 怎么去区别呢 repress呢 这是一个正向镇压 这强度是正当的防卫镇压 比如说 有一些地方想闹事 有一些流氓 想闹事 姿势 寻新姿势 这时候给它压下去 打压下去 这叫repress 这强调的是镇压方 是有理的 而这个surpress呢 强调成这种高压 强权镇压 你说不发工资 老百姓进行游行 你马上给一下给灭掉了 这种情况 是镇压方不对的 这时候用surpress 这是正向的 这是反向的 这个叫做压迫 或者叫做压抑沮丧 所以这个press下面 有这样几个press 才了解一下 压到一起压缩 作为一个禁词 放到一块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 大家读一下 叫做contiguity 读一读这个词 contiguity 叫做接触临近 接触临近就是 挨着 是这样一个动作 我在第一天给大家讲了一个词 还记得吗 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说过 叫做adjacent 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个单词 还记得吗 这个词怎么写 我说能够连在一起 adjacent to adjacent building 临近的大楼 还有哪个词 我是大阅历的很近吗 快速滚动 about about 对不对 还有一个词就是adjoint 这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几个临近 adjoint adjoint这次 脑子里迅速滚动 咱们再回忆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叫做contiguity 这个词呢比较难记 我先说一下这个词的用法 这个词呢 比如说谁临近谁 这样去使用 the contiguity of a and b 这个词这样去使用 the contiguity of a and b 比如说你说 厨房和 洗手间和卧室 临近对于残疾人来说是 一项便利 很方便的 你怎么说 the contiguity of a washroom and bedroom is convenient for the handicapped for the disabled 都行 这个要知道 这个叫做 谁和谁临近 临近的意思 那么这个词它的核心部位 是来自于谁呢 这儿 是来自于这儿 COMB人还是前缀吗 ITY还是后缀吗 这个TIG它是来自于谁呢 注意 它是来自这个词根的一个变体 就是tact 它是来自tact的一个变体 它是来自tact的一个变体 和谁一样呢 和tang 这两个分到一块 tact和tang 注意这两个是 同根的一个变体形式 你看 谁跟谁发了一个变形 你看 从他到他 可 哥没变 I和谁发了一个变形 A 原言 B辅音 我之前说过 M和N呢 可有可 我给它去掉了 那么这个词根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to touch 跟什么有关 触摸有关 为什么叫触摸呢 哪个词能佐证它呢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一个单词 就是联系这个词 叫做contact 咱们经常会说keep touch 保持联系 contact contact me 对不对 动词读成contact 名词读成contact TNG呢 你看联系嘛 一起接触嘛 这个TNG哪个词能佐证它呢 咱们都知道 咱们学数学的同学应该知道 有个词叫做Tangent 是吧 正切 对不对 Tangent后面加个ENT嘛 接触到圆嘛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以前也学过什么Tango 学舞蹈的同学 你看 是不是后面加了一个O啊 Tango5嘛 Tango5也是 你看 两个人搂在一起跳舞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相互接触 你不能离这十米远去跳 自己挑自己的 不是那一 所以这要知道 它是跟接触有关 那么解释了半天 我现在要大家理解 为什么叫做接触 可以通过contact去记 联系 这个可以通过Tango5去记 所以这个词就是 接触到一起 两人连接到一块 这个叫做临近 你看我们俩经常联系 所以必然我们俩怎么样 离得很近吗 接触吗 接触到一起 看看它下面的一些派生词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词就是Tact 第二个词叫做Intact 第三个单词叫做Tango 第四个词叫做Tangible 第五个单词叫做Contagio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单词叫Tact 名词 第二个词Intact 形容词 第三个单词叫Tango 动词 第四个词叫做Tangible 形容词 第五个词叫做Contagion 名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Tact Tact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 你看这个 这种词根特别突兀 就落下来了 这个词大家通过Touch去记 就是通过接触去 但这个意思 离的意思有点远 就通过接触去记 他强调什么 他强调就是人在接触 相互之间接触 是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人 一个状态叫什么呢 叫做接触人的时候 就保持什么呢 叫做机智圆滑 他强调这个意思 叫做机智圆滑 接触人的时候的一个手法 手段 你不能接触 现在社会当中 接触人的时候 可能咱们说 还是相对来说 要有一些设防的 那么人要保持什么呢 叫做机智圆滑 圆滑一些做人 你不能太傻 叫做tact 接触人的时候 要机智圆滑 下一个词 这个词叫做intact 叫intact intact这个词呢 是一个考试当中的 一个重点词 评比率较高 注意在第二一节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undamaged undamaged的 叫做完好无损的 完整的 完好无损的 完整的 叫intact 为什么叫完整 完好无损的 大家想想这个in 应该取什么意思 怎么摸呀 没有被摸过 都没碰过 完好无损的 叫做intact 叫做intact 下一个单词叫做tangle 大家读读这个词 叫做tangle tangle呢 LE结尾 LE之前没给大家讲过 我说LE结尾的词呢 一般往往表示 动作的一个反复行为 对不对 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行动 你看tang叫做接触 反复摸来摸去 摸来摸去 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表现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叫做纠缠 就是反复抓来抓去 最终接受到一块了 纠缠的意思 它一般强调的什么 比如说关系上 或者是东西的 物体之间的一个缠绕 乱缠 它不是强的正常的缠绕 它强的是乱七八糟的缠在一起 比如说你看我们家里 那个台式基地 还有那个电线 时间久了 全缠一块了 结成一个死结 这种感觉 它这个词有两个写法 第二个呢 前面加个一音也行 intangle 因为一音咱们知道 只表示动作的一个加强 加强缠绕在一起 还是纠缠 intangle 下个词叫做tangible tangible就是这个词 able结尾的词呢 咱们都知道 这是什么词啊 这个这个这个 形容词后缀 能触摸得到的 就这个词的造词 你看 able 能触摸得到的 叫做tangible 能触摸得到的 tangible 下一个单词 叫做contagion contagion contagion这怎么怎么造呢 你看一起接触 Ion呢 是名词后缀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还是进行了一个变形 tng 还是把辅音n给去掉了 这个词呢 旁边写一个同一词吧 这个词叫infection 叫做感染传染的意思 但这个感染传染呢 它一般都强烈的是 接触性传染 得一起接触 这最后一个词比较难记一些 但是我们要提到一些 这个这个跟医学有关的 这个文章的时候 这个也是比较爱见到的 叫接触性传染 一起共同接触的感觉 叫contagion 它的形容词就是 ous结尾了 contagious 好了 能把这几个词 从头到尾跟着滚动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contiguity 接触到一块这叫做临近接触 第二个呢叫做 触摸接触人的时候 打交道的时候 机智圆滑 没有被碰过 叫完好无损的 没有被摸过 intact 完好无损没有被摸过 一定要给自己讲单词 不是跟那被字母顺序 tango摸来摸去纠缠 反复嘛 反复抓了就纠缠在一起 能摸得到的 就是可触摸得到的 或者翻成有形的 我们生活当中说到的 有形资产 无形资产 就是这个词 tangible assets 和intangible 翻译词 用RN否定 intangible assets 无形资产 下面接触到一起的疾病 叫做接触性传染 传染的意思 好了 那么这次到底不说了 那么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名词另外 表示位置上的一个临近 还有一个词写着旁边 叫proximity 大家看这个单词 叫做proximity proximity呢 也是表示临近接近的意思 当然你说接近谁谁谁 他接的也是to 接的也是to 接近 比如说你说临近城市 这一点很重要 你说proximity to the city is very important 是这个意思 能理解吧 这个要知道 它叫proximity to the city 叫临近城市接近 这个为什么又叫做 它叫做临近接近的 它是来自于谁呢 所以你告诉我后缀是谁 ity 这个词呢是来自于他 咱们学数学的同学 看有印象吗 大约近似的 学过这词吗 approximately 学过这词吧 它就来自他 大约嘛 临近嘛 就中间部分 跟他是同源的 可以通过这个approximate 通过他去记一下 approximately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不说了 结束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contumacy 读读这个词 叫做拒不服从命令 倔强拒不服从 我在刚才给大家 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了一个词 叫做违抗 还记得吗 我说否认 否认怎么说 叫deny 违抗叫做defiance 又来一遍 否认并违抗 那defiance的名词 怎么说叫defiance 对不对 D-E-F-I-A-N-C-E defiance 回一回这个词 又来一遍 那么这个词 为什么叫做不服从呢 它呢 你看前缀还是谁 C-U-N 后缀是谁 这儿 那么这个词的核心部位 就是T-U-M tume作为词根来讲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肿胀的意思 我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词 肿胀还记得吗 我说明显的 肿胀的红斑 bloated 还记得吧 吹起来 对吧 中起来 回一回这个词 叫做肿胀的 叫膨胀肿胀的 为什么它是肿胀呢 我之前给大家铺垫了一个单 叫肿瘤 怎么说 告诉我 叫做tumor 我当时给大家讲到了 我说叫做 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 benign tumor 恶性的叫malignant myocator malignant tumor 所以当时我让大家 拼去想了 特务突 我说突起来的 这跟肿有关 那这个词为什么叫 具不服从 就强调人的自我膨胀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叫一起 其实是一个加强 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学习 特别好的人 或者你有一技上 在你们学校班级 或者是在你们的 这个单位里面 觉得自己非常牛掰的人 这样的人可能会发现 有一点小膨胀 领导说你的时候 你就不爱屌他了 或者老师说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还不如我 所以就这样的人 叫做contumacy 具不服从 就是一起膨胀 各方面一起膨胀 叫做不服从 违抗的意思 下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词 叫做contumely contumely 继续 叫做tumate 最后一个叫做tumate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词 tume 先要记住 这个tume 为什么跟肿有关 你可以通过肿瘤去记 咱们前面都给大家 已经铺垫了 好 第二个词 还是c文开头 也是一起膨胀 这俩词呢 意思相近 你看一个是各方面 都一起全膨胀 叫做不服从命令 contumely形容人的性格 也是不服从 这样一个动作 它叫什么呢 这个词叫做傲慢无理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词它是一个名词 这个比较特殊 这个比较特殊一些 它是一个名词 叫contumely 也是一起膨胀 一个人膨胀的时候 也是会觉得 我说过嘛 谁也不屌的感觉 这个人叫傲慢 傲慢的意思 傲慢无理 下一个词叫做tume id 这个意思就是直译 肿胀 肿 加个的 肿胀的 肿胀的 叫做tume tume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tume tume tume 这个在新闻当中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词汇了 你看咱们说像 有一些国家 总是发生骚乱动乱 就这个词叫做 骚乱动乱 叫tume tume out 骚乱动乱也是想到膨胀 你看什么膨胀 国家有点膨胀了 这国家又炸开锅了 你看咱们说当年 这个前苏联解体之前 也是 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tume 各个地方 全都是闹事 各个地方全闹事 这个叫做一起膨胀起来 这个后面这个out 把它想到谁呢 就把它想到外面 外部骚乱 外部膨胀 叫做骚乱动乱 通过out去记 tume out 读一读这个词 这叫做tume 肿胀的 下一个词叫做 continually 这两个词都形容人的性格 在cun的记住 一起膨胀 都形容人的性格膨胀 一个是不服从 一个是傲慢无力 tume这个词到这里 说了 好 结束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 这个词叫做谜语 谜令人难解的事物 叫做conundrum 读一读这个词 conundrum conundrum这个词呢 叫做谜难解的事情 令人费解的事物 这个词有一个谐言记忆法 这个谐言的意思是比较接近的 你读三遍 谐言记忆法就靠读音了 你读conundrum conundrum 为什么叫做谜语难题啊 就是可难琢磨 你看这个谐言吧 可难琢磨了 可难琢磨 但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沉默寡言的同学的话 你不爱出声读的话 那么这个词就不要通过谐言去记 因为本身你不爱读 那谐言法记就失效了 你就通过谷去记 里边有个谷 drum 谷嘛 词文叫一起 un你想一想 在里面 把它想成 在里面 conundrum 一起被蒙在鼓里 这样去想 把它想成这样去记 也可以 一体被蒙在鼓里 也就是不知道 一头雾水 这种感觉 我们在很早以前 其实学过 相近的 近义的词 比如说像puzzle 还有riddle R-I-D-D-L-E 都是跟它相关的意思 那么这里边补充一个词 这个是在北美考试当中考到的 还有个叫enigma 跟我读一下 enigma enigma 注意在第二阴节 注意注意在这 第二阴节 也叫什么意思呢 也叫做 迷的意思 也叫做 迷 难提 难解的事物 这个词不太好背 那么它的形容词 后面加一个 T-I-C 叫做anigmatic anigmatic 读一读 这个中音就挪了 anigmatic 形容词中音就在这 anigmatic 叫做令人难解的 迷一样的 迷一样的 这个我们怎么去记它呢 enigma这个词呢 第一个记法呢 像当年有个联想派 就是 你的妈的妈妈 把同学后面 就通过一个联想 通过妈去记 你个妈 是 你个马 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迷你个马 显音去想想 你个马 叫做 inigma 但这样的学记 你要说过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不太善于用 显音记的话 你就通过它去记了 这个音其实还是一个加强 为什么叫做迷呢 不知道这种感觉呢 它是来自于谁呢 注意一下 m和谁是一样的 n这是一样的吗 后面是来自于哪个词 大家有没有学过这词 ignor 是不是叫无知啊 不知道这个词嘛 ignor 大家学过ignore嘛 这里面只不过是m和n发生个变体 就是enigma enignor enignor enigma 这是m和n发生个变体 第二个词就通过它去记 来自ignore这个词 来自它 一言是一个加强 enigma enignor enigma 都可以 你要觉得不好记得通过心 你个马 这样子想一想 叫做 上面这词呢 叫可难琢磨 可难琢磨 被蒙在鼓里 也是谜语难解的事情 都是不好理解的意思 好 让我们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convict 大家看下这个词 convict叫什么呢 叫做证明有罪 这个词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无罪还记得吗 无罪怎么说 证明无罪 叫做 我说宣布一个人退出罪行 叫做acquit 我们再复习一点 宣布一个人无罪 退出罪行 acquit 有罪呢 vict 当时咱们之前给大家讲 我说vict 作为次根来讲 和vinc 注意它俩是同根的 vinc 第一天没有讲 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征服 to conquer to conquer 是跟征服有关 为什么跟胜利 征服有关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词 就是oh yeah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胜利叫什么 victory 对不对 咱们都学过吗 那词源就来自于win 你看 vince嘛 就是来自于win 这个词 就是来自于赢 这个词 赢 征服战胜的意思 所以我说 退出罪行 这是无罪 征服一个人 就是征服他 是他有罪 在罪行面 征服一个人 怎么用呢 再来一遍 convict somebody of something convict somebody of something 好 下面我说一下这个词 这个词 动词 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 又做一个简单的回忆 那么这里边 我说一下他的名词 这个名词呢 是考试当中的一个考点词 就是conviction 这个名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看一下 阿爸的名词也旁边了 conviction呢 它第一个意思呢 肯定有一个什么意思 有一个叫做有罪 这个意思不用 反复强调了 但conviction 还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意思 它可以表什么 叫做相信 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 是一个考点 相信的意思 这个通过谁去记呢 你就把这个convince 去放 因为convince 这是一个基础词汇 高考词四级词都有它 通过convince去记 convince叫是相信 conviction这是动词 名词放到一块 放到一块 叫做conviction 叫做相信的意思 相信的意思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词根底下的单词 给大家展开说一下 第一个单词 evict 第二个词 叫做evince 这俩是容易混淆的 看看不太好记得 下一个词 叫做invincible 下面 下面一个单词 叫做vanquish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叫做evict 第一个单词 evict表什么意思呢 这次你看 这往哪征服 一方向是哪 往外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记住我的解释 叫征服出去 给你打出去的感觉 征服出去了 你看vict叫胜利 征服者 他总是有一种武力上的一种征服的感觉 vict给你打出去的叫做驱逐 这个词表是驱逐的意思 但同学们请注意这个驱逐 大家了解一下 他一般多强调的是从房屋建筑内驱逐 他不是说从国家给驱逐了 不用他 那还有别的词 他一般多强调的是从房屋建筑内 比如房到齐了 你不叫租子 这个房主申请法院强制之前给你漏出去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evict 下一个词叫做evince evince叫什么呢 叫做 你看这也是往外征服 但这俩意思不一样 先别记错 你记住vict是武力上的 叫做驱逐 下面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表明 表明的意思 这个我建议就把convince写旁边 你看一个是相信 一个是表明 一也是出来 东西说出来 征服出来叫做表明的意思 意思上的表现表明 叫做evince 好看下一个单词 这个词意思非常好记了 是直译 只要能把这个词根理解就明白了 你看be我都说过 什么叫win呢 就是赢嘛 in是否定 不 后面是able是不是能啊 不能 赢的 就这个意思叫做不可战胜的 叫做不可战胜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单词 叫什么 叫不可征服 难以战胜 叫insurmountable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 insurmountable 回忆回忆 invincible 好最后一个单词叫做vanquish 大家看这个词 vanquish表什么意思呢 就叫做征服的意思 这是一个动词 大家看一下 就是动词 这里面注意 它只不过就是词跟整体 发生了一个变化 ish呢就是动词后缀 它等于conquer是一样的 谁跟谁发生了变形 看 i和a 然后是c和谁一样 qu 它相当于就是vinkish 就vince嘛 就是vinkish vinkish 但它发生了一个变形 就是vanquish vanquish 就等于conquer 征服 几乎动词 那把这几个词 从头到尾过一遍 首先记住它 就是v conviction 除了表示有罪以外 表示相信这个意思 大家要知道 退出罪行 征服某人是有罪 退出罪行是无罪 征服出去 无力给打出去了 叫做驱逐 这个呢 evince征服出来出来 想法上的一种出现 叫做跟convince一样 表现表明的意思 而下面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是相信 不能战胜的 不可战胜的 invincible 最后一个词就是征服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了 那么这一组词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convivio 读一读这个词 convivio叫欢宴的 欢乐的 大家读一下这个词 欢宴的欢乐的 什么叫欢宴啊 就欢咱们都知道 就是高兴的意思 宴表什么呢 就是吃饭呗 对不对 咱们都知道 就是盛宴吃饭的意思 那么首先咱们 先通过一个词组去记一下 如果我们说叫做convivio friends 如果我们所说叫做convivio friends 叫做欢宴的朋友 就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叫做什么朋友 酒肉朋友 就指这个意思 叫做酒肉朋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这个词跟下边 vivivio 作为词跟表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的意思 叫做life 就是跟生活或者是生命有关 生活生命 跟它有一些关系 生命生存有一些关系 live或者是life 这同源的吗 生活或者表示生存有一些关系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其实就是谁呢 就是那个vivid 生动的嘛 对不对 咱们都学过 就是vivid 咱们也学过 幸存下来怎么说 叫survive 对不对 survive 那么它跟它是同根的 vit viv和vit 这同根的它俩是 vit你通过谁去记呢 咱们有个词叫做 vitamin 维他命 通过它去记 维他命 通过它去记 就可以了 vitamin 好了 那么这个单词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欢燕的呢 生活在一起的 你看 共同生存的朋友 咱们想想大学宿舍的时候 也是一样 天天在一起 吃吃喝喝 一提吃饭 哇 宿舍六人全去了 一提背单词 全散了 人没了 全都 这叫做欢燕 酒肉朋友 一起生活的 这叫欢燕的 生活在一起的朋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它下面有哪些派生词 第一个单词 vivacious 第二个单词 叫做 vivify 第三个单词 vitality 最后一个词 叫做vitaliz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vivacious 第二个词vivify 第三个词 vitality 最后一个词叫做vitalize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做vivacious vivacious 这个词表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 acious 这个后缀 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 应该是第二三次了 讲了 所以希望大家 应该已经记住了 acious 表什么叫什么什么东西 很多的 再次回忆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咱们之前讲过 叫做话多的 怎么说 loquacious 说过吧 对不对 loquacious loqu log是跟说话有关吗 loquacious 话多的 之前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什么多 是不是生命多呀 这叫什么呢 叫做活泼的 叫做活泼的 叫做vivacious 生命很多 特活分 所以人 vivify呢 phi什么词形 v-i-v-i-f-y 使之生动 就是make vivid 做得生动嘛 叫做使生动 使活泼 使生动 使活泼 它是一个动词 使生动 使活泼 好下一个词叫vitality vitality这个词呢 就来自vital了 这两个词 但在托付当中呢 这个vital呢 不如这个名词和动词 要常见 所以这边咱们把名词和动词 重新写来 vital如果你考过四级的 东西已经见过了 vital叫做致命的 重要的 这样一个意思 是跟生命有关 所以你看vitality 后面加了一个谁 加了一个ity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指 活力 生命力 vitality 注意它读音 最后一个词 vitalize i-z-e还是什么词形 动词 叫做赋予生命 这边还是跟生命有关 一个是生命力 生命活力 下面这个词呢 叫什么呢 叫做赋予活力 使生动赋予活力 或者叫激发都行 赋予你生命力的感觉 给你力量的感觉 第一个意思叫做 叫做赋予生命 第二意思表示激发激力的意思 激发激活激力的意思 好 那么这种词到底不说了 这种词其实并不难记得 主要先把这词根消化就可以了 vv是跟生活有关 vv的这些通过谁去接 维他命去接 这词根就跟生活有关 生活在一起的朋友 叫九十五 叫欢艳的 叫做convivio convivio 这种词根就跟生活有关